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一勺盐和水搓洗 这样可以保持鱼肉洁白还能去腥 挤干水分装到盆里 我这里是700克鱼肉 再来切200克肥肉丁 准备250克葱姜水 把鱼肉搅成肉泥 葱姜水分两次加 5个蛋 蛋黄蛋清跟泥 把蛋清打发成这种起泡状 鱼泥加入35克生粉 打发好的蛋清 10克盐 5克鸡粉 5克糖 加入肥肉丁 用厨师机的搅拌刀来搅拌 这样更容易让鱼肉Q弹上镜 用二档搅了三分钟 鱼肉像这样粘在勺子上不容易甩掉就可以 加入40克淀粉水再搅一分钟 把鱼肉填入一个长方形模具按平 底部垫上油纸 上面盖上洗箔纸 放入蒸烤箱上气蒸30分钟 取出来刷上蛋黄液 再继续蒸5分钟 这样重复三次 晾凉之后脱模切成方块 这个就是我老家湖北 过年家家必做的鱼糕 美味又营养 口感Q弹又鲜嫩 这也是我们湖北的一道特色名菜 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子吃 可以一次多做点放保鲜袋冷冻保存 这个保鲜袋是食品级的 可以重复使用 鱼糕的吃法也有很多样 可蒸可煎可煮 既可以做菜又可以煮汤 再做个我家孩子最爱吃的烤肠面包 吃完的面食偶尔也可以换换口味 还是用厨师机和面 选择二档给面团大概揉三分钟就出粗模 加入25克软化的黄油和三克盐 用六档再揉六分钟 即使高速档 机身也特别稳 只需要六分钟就能轻松揉出手套模 把面团放入烤箱 放一杯热水 用它的发酵功能选择32度醒发一小时 发好的面团是这样圆圆大大轻飘飘的 给它拍打排气 分成六等份或八等份 面团滚圆 放入保鲜盒松弛20分钟 取出来擀成这样的牛舌状 从上到下卷起来 再搓成细长条 按照烤肠的长度给它围起来 收口处放在两端 一次做好了六个 这六个刚好够一盘 继续放入烤箱 放一杯热水 34摄氏度 醒发一小时 发好的生胚挤上沙拉酱和番茄酱 再早上欧芹碎 烤箱上火170下火175摄氏度 烤17分钟 烤肠面包就做好了 早餐我家还喜欢吃一点带馅的 在北方肉包子是家家必备的早餐 早上时间来不及可以提前做出来冷冻 吃的时候蒸一下就可以 用厨师机和面大大提高效率 今天做一个茄子馅的包子 把茄子切成小丁 加一勺盐沙沙水分 再挤干备用 锅中放入葱 放入肉馅 铁面酱 皮馅豆瓣酱 把肉馅炒出红油 加入生抽 老抽 蚝油 胡椒粉 鸡粉和盐 调味 再把肉馅翻炒均匀 最后放入茄子 放一点青椒就可以 饧发好的面团揉一下排气 搓成长条 切成小剂子 包子可以做小一点 这样可以包多多的馅 这个茄子馅的包子蒸得特别香 包子坯还透着红油 蒸出来也特别好看 包好的包子放入蒸烤箱 饧20分钟 选择100摄氏度 蒸25-30分钟 又香又软的包子就好了 掰开来满满的馅料 在北方家家户户经常做饺子 饺子皮不用发面 直接擀 静置20分钟 盖上一个湿布 再用绞肉机搅点肉馅 放入葱姜 淋入热油 加入生抽 老抽 蚝油 13香 胡椒粉 盐 再分多次的加入葱姜水 切一点芹菜丁放进去 搅拌均匀 面团搓成长条 稍微细一点切成小剂子 这样包出来的饺子 个头就会比较小巧柠檬 撒上手粉按压成饼 再擀成饺子皮 包饺子我喜欢用这样的饭店包法 两头对捏 再用拇指捏成一个几大肚 包好后直接放到室外 天然大冰箱冷冻起来 一下午搞定四款主食备餐 这样早上不慌不忙 就能吃到营养美味的早餐 包子和面包给公口锅拿去一部分 早上配点粥和小咸菜 特别开胃 冻硬的饺子直接放入保鲜袋 这样放在冰箱里不占地方 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提前做好一周的早餐主食 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不愿早起 也可以吃到美味营养的早餐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